近日,网友们突然发现,4月22日播出的《卡泰山家族》一集中,出现了布莱平克·珍妮的形象。 据悉,这是一档讲述《卡泰山·珍娜家族》四生活的真人秀节目。 这张照片随即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轰动,尤其是对布莱平克的粉丝们来说。 虽然珍妮的照片只是短暂出现,但足以让粉丝们惊喜不已,喜出望外。 很多人也认为珍妮已经加入了《卡泰山·珍娜帝国》。 但真相是什么呢?原来,《卡泰山》剧组拍摄了《战斯·科登深夜秀》的照片庭墙,珍妮的照片就不小心进入了相机。 据悉,这是她2019年与布莱平参加《The Late Late Show》时拍的照片。 不过,这并不是珍妮第一次出现在《卡泰山家族》的真人秀节目中。 2019年,她曾短暂出现在与《卡泰山同行》节目中,关于万圣节派对的一集中。 在这一集中,珍妮扮演了电影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中的爱丽丝。 粉丝们不禁高兴,因为现在珍妮的社交关系如此广泛, 以至于她经常出现在演艺圈所有最热门的活动中。 爱的韩社,美丽姐说就像韩语,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